是 其實我們剛剛聽到 詹教授你點出一個非常關鍵 其實很多縣市首長 也跟我們反映了 他說其實他們認為 他們在地方做起來 相對比較辛苦的地方 就是他們認為 中央的有些決策 好像沒有那麼快 所以很多戰略究竟是什麼 他們地方的父母官都並不清楚 所以在這個地方 不管是收治輕症 可不可以先做 或者是這個學校的 可不可以放寬 可不可以用地方先來自行決定 這個指揮中心都是沒有定調 而且其實剛剛詹越長 提到一個蠻關鍵的 是不是我們的每天下午兩點的 這個疫情指揮中心說明 是不是這有可能會取消 因為或許我們需要花更多時間 在定調未來我們的開放 國門的時程究竟是什麼 到底是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我們各自有什麼樣的開放 必須先讓國人知道 國人才能夠有心理準備 像大家才會知道說 假設六月我們要開國門 必須第三劑才能出得去 現在第三劑就會開始有人願意打了 我相信必須要先把政策訂出來 把時程訂給全國民眾知道 大家包括地方的首長才有依循的辦法 這是剛剛詹院長提出一個相當關鍵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請教的是史丹佛大學 醫學院的教授兼醫療預防及成果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 王志宏王主任 王教授你好 請您提供一些建言給我們 你好 這個Omicron的來臨就因為它的傳染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我引用一句台灣電視劇講的 我們已經回不去了 我們用這個英文來講 在阿拉丁的神燈裡面的精靈已經跑出來了 已經蓋不回去了 但是我們要想怎麼樣來控制它 怎麼樣來減災 就是蔡總統所訂掉的減災 我覺得這個目標訂得非常好 因為我們的這個病毒現在一直在改變 一直在突變 所以我們的政策也因此要有所來調整 所以我覺得這個清零的政策已經過時了 我們現在要走向未來 進回不去了 第二點就是說 我非常贊同這個呂院長講的 就是說我們要把疫苗的施打率提高 那這個打疫苗就像是開車帶安全帶 它沒有辦法預防車禍 但是一旦出車禍 這個安全帶是可以保護你的 所以寄安全帶是為了要萬一出車禍 它並不能預防出車禍 現在我們也證實說 其實疫苗是沒有百分之百的 我們現在有的疫苗百分之九十幾 已經是有史以來最有效的疫苗 所以趕快去打 第三件事就是說 到底要不要戴口罩 這個口罩可以把它比喻成是一個雨傘 因為最近還是會常常下雨 這個病毒還沒有過去 所以你雨傘要隨時準備著 萬一你去一個非常擁擠的場所 你就把口罩戴起來 這樣子的話可以保護自己 所以這些措施都是在保護自己 也是保護自己的家人 因為這個Omicron它傳染力非常強 但是它其實致死率是相對減少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看到一個拋伏線 是一個指數性的成長 就是三的一次方 二次方 三次方 四次方 這個傳染力是非常非常的驚人 但是我們現在到底什麼是一個減災的目標 減災就是讓這個快速成長 把它使曲線變平 為什麼要把曲線變平 這樣子的話醫療院所才不會崩潰 我們就是要把這個 尤其是重症的這個曲線變平 OK 那這個曲線變平我們要注意哪些事情 第一 我們要趕快去算我們現在的ICU bed 就是說在醫院裡面的加護病房 那臺灣的每10萬個人 臺灣就有28.5個ICU bed 那這跟美國的34比較差不多 德國是29 新加坡才11.4 香港是7.1 中國大陸 中國是4.6 所以臺灣的其實ICU bed是夠的 但是也要去注意說這個ICU bed 它的分佈是在哪裡 比方說城市裡或是鄉村裡 它有沒有分配不均的一個狀況 或者是現在或許已經都滿了 如果現在的ICU的 bed已經都滿了 那要趕快把它騰出一些出來 因為我們在走向未來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這些病床的 那第三點就是說 現在臺灣 剛才呂院長有講的 老人的施打率要提升 但是在美國我們已經 5歲以上到11歲已經施打了一陣子 小孩子的疫苗 BNT Pfizer已經被美國FDA通過一陣子了 臺灣可以考慮通過讓小學生也可以打 那雖然小學生重病的機率比較少 但是他一旦感染他可以帶回家 所以我們這個也是要避免大量的在學校裡面感染 另外就是說除了這以外 我們政府應該已經買蠻多這個藥了 口服藥 口服藥剛才講的醫院的分級 病人的分流跟分級 這很重要 或者是經過遠距的看診治療 那接下來我講一下就是說 有關這個邊境的管理 Border Control 因為臺灣最主要的邊境管理是從桃園機場 就大概一個 那現在也比較少是這個 那個郵輪也比較少進來了 所以大概就是桃園機場 那我們這個邊境管理的時候 我們要相信科學 那相信科學就是什麼 相信這個測試的價值 你一個人你可以去算他的 他有沒有打疫苗跟沒有打疫苗 他的傳染力應該是不一樣 因為疫苗還是有保護作用 他還是可以預防感染 所以你可以去算他的突破性感染率 那你可以把這個突破性感染率 你可以乘以10 可以乘以20 比如講說我們在數學在算的時候 那當一個人他測PCR是陰性的時候 這個就有一個測試價值 他的機率就變低了 所以你當他坐飛機之前 他已經測了PCR是陰性 然後他在桃園機場 他再測陰性又已經過一天了 OK 那這個他如果再測兩次陰性 他的機率又變得非常非常低 如果再測第三次 比如講說在第二天或第三天 再測一次 三次都是陰性 他的機率幾乎是低的又低 所以我們要相信這些數據 因為這是很好的test 他的靈敏度是非常高的 那我們算過 我們根據所有WHO 所有的使用的疫苗 他的突破性感染都乘以20 然後我們算過 我大部分的人最多最多 三天Quarantine就可以出來了 第四天就可以出來 他的這個安全度 跟我們還沒有疫苗之前 關14天是一樣的 關三天跟關14天是一樣的 OK 那我們現在正在跟指揮中心聯繫 取得台灣的資料 我們來證明 用台灣的數據來證明 說我們的數學公司是對的 因為我們最主要還是要讓台灣 可以有一個安全的 一個生活的環境 所以我們要利用數學 要利用我們的Data 數據 然後來證明說 這個是一個好的方法 最後我要講就是科技防疫 科技防疫最近台灣有一個 台灣社交距離的一個APP 其實這個APP的原理 就是跟我們帶這個耳機 有些是無線耳機一樣 用Bluetooth 就是你的手機 跟我的手機靠很近 大概靠兩公尺 然後兩個手機 十分鐘裡面都沒有移開 那他們就怎麼樣 他們就握手了 Bluetooth就握手了 握手以後 比想說你坐在捷運 你坐了好幾站 你跟隔壁的手機握手 結果你確診了 你可以選擇 告訴跟你坐很近的人 叫他趕快去測 這個是一個公民素養的問題 他們在英國做的這個 也是他們的健保推動的一個APP 有50%的人download 結果有70%的人確診以後 願意告訴別人 告訴別人就是說 他告訴這個 他的手機說我確診了 他的server就通了 然後其他跟他很靠近的手機 他的主人就知道了 就自己去測 他們發現每多一個%的 downloadAPP使用者 他的疫情就降1% 所以1比1 這是非常好 他也發現說 用這個APP 這叫做Digital Contact Tracing 用這個電腦方式 他所追蹤的人是跟用打電話的不一樣 用打電話大部分是通知到家人跟朋友 用這個APP通知到大部分都是不認識的人 在外面遇到的人 所以這個是他有他的價值 而且他也通知的率差不多 跟用人差不多 但疫情快速的成長的時候 你就會用科技來防疫 所以我先講到這邊 我知道這個河美鄉教授 還有很多很精彩的我想聽他講什麼 好 我稍微總結一下 剛剛王教授有提到一個 相信很多觀眾朋友聽到 也跟我一樣興奮 他提到其實如果我們打了疫苗之後 就算我們可能被病毒感染了 不過大概隔離三天應該就夠了 不用到14天 雖然現在我們已經縮短到10天 不過依舊會對於工作生產 甚至是工作教育等等上面 都產生極大的影響 或許未來如果三天 就渴望可以放行的話 很多民眾更願意去打疫苗了 那接下來就請教的是 中研院的生醫所兼任研究員 和美鄉何博士請聽聽我們 來繼續說明 OK 剛剛三位學者 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他們針對著從清零 跟進入共存的這個步驟裡面 非常多的核心重點 都講得非常清楚 我大部分應該是百分之九十九 我都非常的同意 唯一有一點就是我想 這是一個very controversial的一個點 因為很多人就是還在為 在這個地方爭論 不過意思就是說 是不是越低的確診人數越好 這個問題我就針對這一點來討論 因為我想我是在這裡 唯一一個有病毒的經驗 病毒研究經驗的人 我就從病毒免疫學的角度 還有疫苗免疫學的角度 來看這件事情 我就發現新冠病毒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雖然我們製造 我們研發出來的疫苗 是非常好針對著原始的武漢株 後來針對著Alpha Delta也都還不錯 那針對著這個Bella就降了一點 那這個就跟每一個病毒的抗原性 的差異有關係 那現在針對著Omicron 就非常的不大好 那不好到什麼程度呢 其實當然我們在實驗室裡面去看的話 我們就發現說 在二十九個綜合單株抗體 就是Malacone antibody裡面 只有在人 從人分離出來的單株抗體 只有三個是跟Omicron重疊的 你就可以知道說原先的免疫力 它抗拒這個Omicron是多少 那這個當然實驗室的資料 我們可以不理它 那但是英國的資料 它就蠻清楚的告訴你說 不管你怎麼打 在兩劑的時候 對著Omicron最好的保護力 感染的保護力是百分之七十 然後它就下降到三個月就百分之三十 那接著發現蠻有趣的是 你打了三劑之後 它也是一樣百分之七十 然後每個月降百分之十 所以大概三四個月之後 你就降到又是百分之三十 所以我們在這裡重複 那這樣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看起來變成是說 假如我們無法避免感染 每一個人勢必要碰到 我們不用說Omicron 假如是現在不讓他感染Omicron 感染下一株那就更難想像了 那勢必要感染Omicron的話 那什麼時候被感染是最好 這變成是一個很值得來討論的問題 它這個絕對不是一個哲學的討論 這是一個非常務實的討論 因為你在想 它不只感染率的保護性是下降的 它對重症的保護率 英國的資料也告訴你 它也是會在下降 在六十天之後 在有一個資料裡面 綜合的資料裡面 看到對BA1BA2 都下降到百分之七十 就是住院率 就是他們在ER做Monitor 在ER就是監測的時候 看到回家的人 跟需要住院的人的比例的話 看到這裡有百分之七十 那其他的資料 當然顯示是好一點 不過也有下降的趨勢 在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變成是說施打疫苗之後 就個人而言 他確實有一個蠻好的黃金時期 來受到感染 那為什麼要說黃金時期 那這個就要來說 施打了疫苗之後 被感染有什麼好處 這個就怎麼說呢 就是假如你施打了疫苗 有三劑之後 你在被Omicron感染的話 實驗室的數據告訴你說 你就會產生Omicron的抗體 同時也會產生高劑量的其他 就是疫苗所施打過 什麼Alpha Data的抗體 而且他的效價是 Titer是非常的高的 是高於你沒有感染過的人 就是高於你沒有施打疫苗的人 意思是說 你若是沒有施打疫苗 你被Omicron感染 你的這個抗體就是只有Omicron 而且是非常的低 比剛剛那群有施打疫苗被感染的人 那個相較是顯著的差異 同時你沒有過往對病毒的抗體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們建立一個人的一個免疫力 我們其實也知道 雖然沒有辦法直接的去證實 但是這些免疫力都是一次一次一次的累積的 我們所有對很多傳染病免疫學的了解 跟流行病學的了解看到小朋友感染的多 大人感染的少等等 都是一個累積性的感染 他透過年齡的增長 然後慢慢的感染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們是可以去思考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再拿出 我們的一個概念叫做群體免疫 雖然很多人已經不去用這個概念 它其實是存在的 群體免疫存在的概念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來用它 這個時候我們都希望叫共存 共存是什麼 其實共不共存都跟我們沒關係 我們要的是一個正常生活 所以真正的共存的目的就是 給我一個正常的生活 那當然我們可以再去定義 什麼叫正常生活 也許我們可以接受 把口袋放在口 把口罩放在口袋裡面隨時帶著 是正常生活 但是我們大概不大能接受 我隨時碰到一個確診的人 我隨時就會被關在一個地方十天 這個絕對不是正常的生活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去了解說 什麼叫做群體免疫 群體免疫就是 當我們決定這個病毒的 這個確診的人數 它是有一個curve 我們每天都在看這個 每個國家的curve 每個國家現在都在向下的趨勢 包括香港什麼 甚至上海也是在往下走 可是上海不能算 它在往下走是透過封城 那這個不叫正常 所以我們是盼望說在台灣 當我們這個病毒走到上風 那個R值小於1的時候 它就會下降 下降的那個時候 我們的生活是可以很 它在穩定下降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生活是正常的 那就是所有的機組人員 就是這些機師開飛機的人 他們不需要再被關 那個這個是非常的殘酷的 我從我的心裡的角度 他們要飛那麼遠 然後要被關那麼久 這個是第一個要來處理的 然後所有其他的人 就是很多我們剛剛所講的這些 都要鬆綁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就是我們一定要提出群體免疫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在問 那台灣需要感染多少人 才會得到那個轉折點 那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我就去看全世界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真正的群體免疫是怎麼樣 但是知道Omicron 他講R字是10的時候 確實一定會非常的高 那你去看非洲 他雖然 非洲有兩個國家 他提供了這個抗體 就是抗體 就是自然感染抗體的這個 土塞的這個數字的時候 就知道說像 馬拉威跟南非這兩個國家 他在去年 早早的他的抗體的陽性率 就高達百分之八十 所以是非 意思是說 看起來他確診的數字沒有很多 你把所有確診的數字 除以全部的人口也沒很多 可是事實上 他再加上一點點Omicron感染就可以了 那我們看到冰島跟Denmark 他們Omicron感染的比例就是 確診人數的比例 除了全人口的時候 他是百分之五十以上 這兩個國家 那當然他們發生的 這個Omicron發生的時間 是在嚴冬 那他們也是在非常寒冷的地方 所以一定就是 就是表現症狀的幾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當然會確診的很高 那這時候你就回到臺灣說 那我們要多少 現在新加坡大概是百分之 即將百分之二十 整體 香港也超過了百分之 就是他也是蠻高的 現在就是唯一一個藝術 就是Outlier 就是日本 日本我覺得他們很好玩 就是說 他到現在為止 所有確診的人數 除以全人口的話 是百分之五而已 那我們不知道 因為他們沒有過往 對自然感染抗體陽性率的研究 所以我們並不知道 這個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 你現在就知道說 我們要看的是 這個自然感染率加上 疫苗所刺激出來的免疫力 兩者加起來的綜合 就是我們的全體的免疫力 在那個時候 達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R值就會小 Omicron 至少現在Omicron的R值就會小 雨就會下降 所以我們當然可以自己去拿捏 那我隨便舉一個數字 說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 就是跟日本一樣或高一點 那比香港或者新加坡少一點 那這個數字提出來 大家也都花然 所以這個時候就表示說 我們其實大家沒有心理準備 可能我們需要多少時間 大家都在講 我暑假的時候可以自由去玩 我們也這麼想 可是假如你沒有 你的感染率不夠高 你的感染率不夠高的話 那你的抗體的免疫力 就是疫苗的免疫力 又在下降的狀況 我們就會一直拖 一直拖一直拖 所以我昨天有個醫師跟我講 他就這樣燒開水 你一直慢慢的燒 它永遠都不開 你要快速的把火弄大 然後開了之後就結束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回歸到說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要做的就是 每天來算我們的醫療量 我們可以處理多少在醫院裡面的人 處理多少重症的人 我個人的想法是 在中央指揮中心來做這件事情 他非常的辛苦 可是每一個縣市地方的衛生局 他們就可以做 對著他每個地方 這有個好處就是說 每一個地方 他的local的生態是不大一樣 比如說擁擠的城市 有擁擠城市的參數 那這個比較稀疏 人口稀疏的地方 郊區有他郊區的這種 病毒傳播的參數等等 所以每個地區來處理 每個地區他自己去算 我有多少檢疫旅館 我有多少這個 床位可以給比較 需要看 需要給藥物的人 需要被照顧一下的人 我有多少重症的床位 他們自己處理他們的事情 他們自己來決定要如何 學校是要上課還是不上課 因為我覺得台灣還是 很多地方差距很多 你知道很多鄉下地方的小朋友 所以你不來上課了 現在上課是非常不良的 這個他們的教育權 我是覺得會受到影響 所以最好就是更精準的 跟每一個地方來處理 而且也是一個比較方便的方法 所以這個是我的看法 就是提出來一個概念說 可能不是確診人數越少越好 而是我們只要控制我們的醫療量 我們martyr我們的醫療量 讓我們知道說隨時 我們都可以處理這些人 最後一點我要說的 這個是有關台灣比較特殊的地方 就是台灣人我們很相信 我們很仰賴醫生 像不像是醫師我不知道 但是很仰賴醫師 所以你現在要他們居家隔離的話 可能有一點點心理障礙 他可能是很需要 所以這種剛剛所講的 遠距醫療是非常的重要 再者呢 我們一直在 我們說不打疫苗 可是我在 對不起 我在等藥物 那等藥物的這個狀況 我們要知道說現在的藥物 雖然是買了 我們可能買了七十萬劑 但是每一個國家都在買疫苗 都在買這個藥物 這個delivery time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指揮中心 要告訴我們說 在什麼時候之前 他自己要算好 他不敢不公佈也沒關係 在什麼時候之前 我可以忍受每天多少確診人數 那在這個確診人數底下 有多少重症 或是多少需要被治療的人 那在這個之前 他可以拿出他的優先順序 譬如說 假如他說買的藥 六月之前不會來 那我們就確實在五月之前 因為我們大家都不希望看到 很多要減災 所以他可能可以控制得慢一點 可是假如藥物是來的話 他就可以控制得快一點 那在這個過程 他要告訴大家 不是所有居家隔離的人 都可以有藥物 要不然他有期盼 他會一直打電話說 我要藥什麼的 這些就是 我覺得是台灣比較特殊的 社會心理學的一個 我們需要處理的地方 而且需要就一開始 一開始就要去把它大平一下子 要不然因為他一進到一個 人數很多的狀況 大家都沒有時間來處理細節 這是我的一些看法 是的 其實何博士剛提到了 其實如果以流行病學來看 其實比較顛覆大家 過去對病毒的迷思 大家都希望不要感染 不要感染 但他認為其實 但我們打了第三劑疫苗 如果我們又感染了Omicron的話 或許可以當成第四劑 他認為這並非是壞事 不過從剛剛四位學者的談話中 我們還有特別很多問題想要請教大家 首先第一個問題 先請教我們的呂院長了 呂院長我們知道 其實你在美國做非常多的研究 尤其是你知道各國 現在很多國家都已經在做的 就是跟病毒共存 而且開放邊境 很多你都可以直接 包括去美國去哪邊 你去入境的話 只要完整接種 都是完全不用隔離的 不過他們剛開始開放的時候 似乎也看到他們的確診數 是這樣暴增的 甚至出現指數型的暴增 這個死亡率啊 重症率當然也跟著增加 不過以其他國家的例子來看 再來看臺灣未來要開放的部分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跟建言 你認為臺灣比較適合哪一個模式呢 我是認為因為我們現在對這個新況的傳染 跟六個月前一年前的認識已經增加很多 那臺灣呢六個月前一年前 跟現在的那個民意 打過民意也變很多 也增加很多 所以我是認為說 現在臺灣其實可以 就跟剛才那個王教授講的 可以開始那個很緊張的開放 那我是覺得這是我們控制得了 那也可以那個住院啊 這死亡率也降低這樣子 這期旅院長提到蠻關鍵 他認為應該要先來做適度的開放 是蠻好的 不過旅院長剛一直提到的 就是長輩七十五歲以上長輩 我們在臺灣的施打率 其實還是沒有很高 一個數據提供給大家 其實我們七十五歲以上長者 第一劑是大概有七十六Percent接種 第二劑是七十一 不過追加劑就是第三劑 只有百分之五十五 所以當我們開放的時候 老人家疫苗 他們都不願意去打 這個問題很關鍵了 怎麼解決呢 我們來問我們國內的權威 詹教授 這個老人家都不願意打 到底要鼓勵他還是要懲罰他 怎麼樣才可以請他們 趕快出門打疫苗 公共衛生的手段就是一個是鼓勵 用一些比較懲罰 限制性的做法 我們現在來講就是說 在鼓勵性裡面 所有我們現在要用所謂 與病毒共存的防疫方法 就是要讓我們過正常的生活 正常生活裡面很重要的 就是家庭生活 所以如果我們對於海外的這個臺灣人回來 他很重要的一個目的是要見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都是上了年紀的 我們在臺灣裡面南北移動 很重要的也是家庭聚會 假設我們說只有在三劑都打了之下 這些活動才可以比較放鬆的時候 這就是一種鼓勵說你打了兩劑 你打多打了一劑 你的孫子就可以來很自由的來看你 所以這種做法是 我覺得政府要去講 就會讓我們的長輩 我們長輩常常是願意為他的子女 或是孫女做事 他自己說我無所謂這樣 所以我相信我們六七十歲 碰到的這個困境是這樣 好嗎 謝謝 好